好 我們可以看到蔡總統 大家都知道她很喜歡在臉書上 會發些文章 但是這一回是來恭賀誰 黃紫嬌一然 嬌哥 嬌哥喜歡了新生兒 那麼她也在她自己的臉書上PO出了 蔡總統送上了祝福 你可以看到這一篇 說歡迎玉敏來到地球 恭喜紫嬌耿如成為爸媽 我要祝福玉敏健康快樂長大 祝福你們全家幸福美滿平安順利 好 這是蔡英文 總統送上祝福在5月23號 那麼網友就來看到了說 蔡總統剩下蹭這個功能了 因為這樣的一篇PO文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朱學恆 他就出面來開酸 他就說為什麼 因為先前不是出現 郭彥均PO文引發了爭議 但是他就說 十二不見一滴淚 一保立件總統卡 他就說醒醒吧 十個孩子沒名沒姓的 是收不到蔡總統一滴淚的 但是如果你敢說十個孩子算多 蘇院長馬上就要來偵辦你 以及友智哥也說了 紫嬌生那個孩子總統親筆寫信 那麼紫嬌走了十個孩子 政府法辦百姓 不過當然我們還是要非常地恭喜 焦哥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焦哥 依舊還是非常的高EQ來回應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書上面 不只蔡總統還有其他包含了藝人朋友 好 縣市首長都送上祝福 他也一併發出他的感謝 他說他的習慣就是 不管收到什麼樣的禮物 他都會來跟大家致謝 所以也認為說 這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 這就是社群的意義 不過也說除了討論跟轉發這張圖的同時 請大家來看一看這個全文還有全圖 可以看到焦哥依舊是非常的高EQ 來面對大家的這樣的一個不同的看法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網友有不同的意見 甚至還有人來灌爆了蔡總統的臉書 現在也有網友說朱大說的是事實 以及為什麼只有黃子嬌女兒 彭寶貝被關懷 當然大家會感覺這個有一點落差 好 看到這位是日本女星田中千惠 他因為演出了海角七號知名度大增 那麼最近他就跟大家透露說 在下雨天陰天 他常常覺得身體不舒服 才知道原來自己罹患了一種 名為天氣病的病症 也就是在天氣不穩定 他就會頭暈 頭痛 嘔吐或是心情不好 醫學界認定這是正式的病狀 天氣病特別耗發於女性的身上 尤其是經濟的女性 那麼田中千惠提醒大家 不要輕忽身體的變化 有狀況就要趕快來看醫生 比較保險 那麼進一步也提到 其實透過這平凡正常的運動 充分休息 也能夠調整好次律神經系統 好 再來看到 是大S許信仁跟韓團的酷龍成員 劇俊葉在婚 那麼妹妹小S力挺姐姐 追求幸福力挺姐夫 不過凌晨她突然在臉書上告白 你看到了 寫下我愛劇先生 並且還附上了愛心 大家粉絲暴動說 劇先生是姐姐的 不過她趕快來解答了 她說的劇先生不是這位 酷龍裡頭的劇先生 她說是誰呢 是這位最近很夯的 39歲的韓國男星 孫希求 因為最近她演出的戲劇當中 劇先生這樣的角色 擄獲了女粉絲的心 就連小S都成了巨太太 不過說到韓流 現在已經吹到了砍城 這是2022第75屆的 砍城影展閉幕 南韓知名的演員 宋光浩 憑藉著日本導演 視職愈合首次指導的韓國定 因而轉運站 讀下了砍城影帝 而另外在這部片 有豪華的卡斯 還包含了很多人喜歡的藝人IU 還沒上映就話題十足 演員們在喉毯上 大家各自的風格穿搭 也引起了熱烈討論 說他們的畫風實在差很大 愛有身穿墨綠色透沙禮服 自然地盤起頭髮 露出香肩 以約260萬台幣的珠寶 襯托白皙皮膚 典雅現身法國75屆 砍城影展 視職愈合首度自編自導的最新作品 嬰兒轉運站 以七嬰保護站的嬰兒 作為故事起點 將角色們串聯 除了探討人性成為話題 超強卡斯 也是影展紅毯上一大亮點 導演不知請來德魯納酒店的 韓國國民女友IU 寄身上流的宋康浩 還有實戰朝鮮的裴斗娜等豪華陣容 55歲的宋康浩更勇奪影帝 成為自2007年 拳道宴後相隔15年 再有韓星在堪稱獲獎 擁有韓國國民影帝的宋康浩 擁有韓國國民影帝的宋康浩 拿過三次韓國大中獎影帝 三次青龍獎影帝 和兩次百鄉藝術大賞影帝 不少快智人口的電影 都能看見他的身影 包括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末日列車等 尤其是2019年 由他主演的計程上流 當時除了刷新韓國影帝新紀錄 更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 一舉將韓國影帝推向國際 而他連續三屆參加盛會 也被還沒稱作 堪稱的男人 另外韓國知名導演蒲讚玉 則以犯罪懸疑片分手的決心 獲得最佳導演獎 而這也是他睽違18年 再度獲得殊榮 韓國影帝這次的亮眼成績 也再度讓國際見識到 屬於韓國文化的獨特美麗 記者謝海宇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